有人跟我說 有隻綠色水果是喝牛奶大的 我勾極頭也想不到 不如去街問問人 不知道 香蕉?奶蕉?我不知道 榴槤 麒麟果 我看到它是白色 你們都錯了 答案是 牛奶蜜棗 其實這款蜜棗對比其他蜜棗 功效也會特別不同 牛奶的成分 本身已經是放在種子上 而去培植出來發酵而成 淡淡的牛奶 所以它的名稱是牛奶蜜棗 口感是很爽甜 很多汁 沒有渣的 台灣比較多 它的當做會在2月至4月左右 一般的水果 你切開它會很容易 會看到變黃或變黑 但這款水果因為它的抗氧化比較高 切開它會看到 遲早一段時間仍然是白色 蜜棗源自印度 又稱印度棗 一居時期引入台灣耕種 初期味道酸澱 經過改良變種 變得又大又貼 牛奶蜜棗在台灣 有天然維他命C丸之稱 維他命C是西瓜的5倍 蘋果的20倍 抗氧化能力超高 但在香港就很少人認識 你們看看 青蘋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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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古都是小的蘋果 青蘋果 牛奶蜜棗 青蘋果 牛奶蜜棗 青蘋果 牛奶蜜棗 好亂啊 都不太多人認識他 都覺得他是一個很普通的青蘋果 其實他的功效當然是高過青蘋果很多 高血壓 或者膽固醇果膏 糖尿病等等 其實是很適合吃這款水果 價錢大約是75元有兩磅左右 他在蜜棗界也是屬於一個 矜貴一點的一款水果 所以在價錢上面也會高一點 除了當是青蘋果 都有人不知道有這麼大的蜜棗 蜜棗這麼大? 我們找中醫問一下 牛奶蜜棗 和平常常吃的乾貨棗的分別 其實這隻台灣蜜棗 一般來說是作為水果去食用的 至於這隻蜜棗 是用糖去製製的 主要是用煲湯調味的功效 因為它本身是用紅棗材味材料 其實它本身的熟性都是偏向於金溫 其實一般來說 你乾了之後 都不會令到它的醋性增加 至於怎樣選擇 怎樣選擇牛奶蜜棗 我們主要看它的顏色 顏色夠不夠均勻 會很雅色的 看看它本身會不會皺起 皺起了沒有水分 證明它已經放了很久了 拿一把手來出戲是沒有問題的 不接受我是一個沒有誠信的人 我們告訴你OK就可以了 我想你搞錯了 我想你真的搞錯了 你不要混亂兩件事 蘋果棟新聞 堅持追蹤真相 一起守護公義